台湾首艘潜舰国造海昆号 日前是顺利下水 不过前海军顾问郭喜 指控国民党立委马文军 将其中的机密资料 卖到了国外 简直就是卖国到了极点 双方是一状告上了地检署 互告对方加重诽谤 而这个马文军呢 今天更在立法院内激动地表示 自己从没有把任何的利益 或是把情资交给中共 要为了捍卫清白 甚至是当场发毒式对毒 眼眶泛红越僵越激动 国民党立委马文军 发毒式要自证清白 因为国安会滋味 黄曙光爆料 前进国造过程中 有立委为了迎头小力 一直在搞 而前海军顾问郭喜 直接点名 马文军就是卖国立委 卖国立委的这个部分 我要求黄曙光出来讲清楚 他开一个头 所以郭喜来当打手 你拿到的国防 潜见国造的国防机密资料 送到国外的国安单位 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其实你不用做 你只要持续立委 两人互相到地检署 按铃提告郭喜要马文军 别想转移话题 更爆料马文军在林申南路上 设有特别办公室 而且执行长杨国良 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甚至对国防机密资料 都跟外国的来访人士说 想看斗内就好 我从担任立法委员以来 我就只有国会办公室 我每天往返台北跟南投 我没有其他的办公室 如果有我辞职 林申南路 麦当劳对面的办公室 是因为我亲自去过 杨国良在那里告诉我说 大姐选举要有经费 所以马文军你不要 你不要现在在掰 办公室一定收掉了 对不对 那请问你 他有没有回应 他那个杨国良兄弟 双方各说过话 法务部也决定出手 钢悬署跟调查局 都已经在进行了解中 任何的刑事案件 不分党派身份地位 都是一样会依法来办理的 钢悬署跟调查局 高检署表示一分他自案 就判最后真相能够水落石出 记得旅舰宇教国风 SNG教授台北长官报道